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23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颁奖典礼 本届有117个节目参与 最后由59个节目脱颖而出 总共颁发了15个奖项 总奖金30万元 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得奖的是 客家电视台小欧事件部 恭喜小欧事件部 第23届台湾儿童及少年优质节目奖 举办颁奖典礼 今年共有117个节目参与评选 创23届以来最多 共有59个节目脱颖而出 并选出6名总评审团看考奖 以及年度最佳影视节目奖 年度最佳声音节目奖 影视类额哨评审团奖 声音类额哨评审团奖 年度最佳主题特别奖数位平权 以及促进性别平等教育奖 与年度创新奖等七大奖项 今年我们有声音类的奖项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podcast的节目 来参加优质儿童与少年节目的评选 那除了公共电视台 客家电视台 还有大爱电视台之外 也有商业电视台 以及广播电台 还有个人的内容直播团队 来参加我们包括影像类 跟声音类的作品的评选 所以今年的节目 跟参赛作品非常的丰富 今天还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 是我们有一个最佳人气奖 也就是有一个线上的影展 以及线上的票选活动 今年来自包括台湾在内 世界各地的 关心台湾人哨哨节目的观众的投票 有超过一万人次 算是历年来最演乐参与的一次 此外呢 我们今年的最佳年度主题 是数位平权奖 这个奖也是在希望能够提升 台湾的儿童少年 对于数位平权的意识 特别是在数位时代 我们会越来越关注 包括儿少世代年龄性别 还有族群的各种 在数位时代里面必须被看见 被听到声音之外 他们的隐私权 个人资料的保护 也必须要得到重视 隐世内儿少评审团长得奖的是 换个爸妈过几天 恭喜换个爸妈过几天 关心儿少世听传播环境的 中佳宽评连续第五年赞助活动 中佳宽评双北系统台总经理徐雪玲 也亲自出席颁发影视类与声音类 两项儿少评审团讲 鼓励从儿少视角出发 倾听儿少的声音 持续产出优质创新的节目内容 那中佳集团 其实我们全省有 12家有线电视系统 那事实上有线电视 还是如果根据调查 其实它还是合家观赏 使用率最高的一个平台 那我不免觉得这么棒 这么多的优质节目 如果有机会的话 倒是可以放到 其实每一张有线电视台 都有一个第三频道 公用频道 那我想这个可能可以跟 没关机经会来做一些讨论 就是说让这些好的作品呢 能够透过电视的平台 第三频道也能够在全省播映 那我觉得主办单位 真的非常用心 就是说除了从成人的角度 也从这个青少年的这个视角 那我知道这个儿少评审 陪丽营呢 而且这个评审团呢 我们一共有30位 来自国小 国中以及高中 换个妈妈过几天 是一个透过社会实验 换妈妈的社会实验 然后让小孩子去体验 8天的不一样的生活 那希望能够解决 家庭的亲子冲突的问题 那也希望儿少能够 从当中看到自己的可能性 那在这制作的过程中 其实非常的艰辛 然后也有很多的挫折 那很感谢 所有一路陪伴我们 完成这一趟旅程的 所有的辛苦的工作团队 然后还有主持人 还有最重要的新诞六个 非常有勇气 一起参与 把自己的各种的可能性 把它展现出来 观察今年参赛节目 评审团表示 影像类可在多元开发 制作剧情片类型的节目 而声音类可以发现 今年题材相当多元 同时呼吁媒体多关注 并制播0到6岁 学龄前优质儿童节目 我们如果是以影像类来讲的话 我觉得我们的类型 还可以再多元开发 如果像今年我们看到的 剧情片只有两部 那如果说能够在 因为小孩子喜欢听故事嘛 那所以如果我们能够 多拍一些儿童电影 儿少的电影 那还有就是动画影集 因为这两种类型 是孩子最爱看的 可是这是我们在这一届里面 我们大部分看到 都是非剧情片的 我们知道它制作得很用心 所以影像类 我觉得这个地方很有可为 那至于在声音类的部分的话 我觉得声音能够图像化 立体化 这是它避走的一个趋势 那如果像现在 我们也看到Pockets的 有这么多这次来加入 来开始报名来参选 我觉得他们在题材上的 创新让我眼前一亮 然后我觉得他们的 制播的品质也是大大的提升 所以我相信未来一定是 Pockets的是 是绝对是可以更上层楼 但是电台有电台的优势 电台的资源是非常的丰富 所以我觉得这是很 很棒的一点 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 我想说明的就是 我发现不管影视类声音类 他们青少年的占比太多了 几乎如果我们以学龄前来讲的话 学龄前的儿童节目 反而是串流平台跟Pockets 比较重视学龄前 可是学龄儿童节目呢 也是其次 最少就是学龄儿童 学龄前的儿童是我们很关注的 因为儿少节目的主体 应该是在六岁以下的 学龄前的儿童 跟学龄儿童七到十二岁 反而这两个类型的 这两个年龄层阶段 是我们优责上的节目 必须加以投入的 因为这是他们非常需要 最需要就是影视来作为 或者是用声音来作为他们陪伴 那我觉得这个地方必须要再加油 我期待明年应该会大有可为 美关董事长罗世宏表示 非常感谢中家宽平 持续赞助经费 让颁奖典礼年年都能盛大举办 同时也公布明年度主题为 SDGS永续发展目标 期盼各类媒体能够制播 与主题相关的 优质儿少节目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小机会为了让家长 正确选购小朋友能安心玩的玩具 因此购买了20件商品 进行品质项目的检测 结果发现有两件不符合标准 其中有一项更有塑画剂超标的情形 很多爸妈会在网路上买玩具 但网路商品千百种 是否每个都安全 是家长们普遍性的困扰 经济部标减局和消费者文教基金会 日前公布抽查 市售20件软积木商品检测结果 发现有两件商品不合规定 小孩空有健康风险 所以我们呢 我们的儿童呢 孩童的一个成长过程 那有这个玩具的陪伴 那是不可或缺的 那怎样去买的安全 然后玩的安全 我想大概是我们所有的一个母亲的一个 最大最大的一个期待跟关心的 所以我们呢 就会就这个 有关于玩具的安全性的问题呢 一方面就检验 结果跟大家做报告 那一方面呢 对于有关应该注意的事项呢 一并呢 来跟大家做报告 那首先呢 我先就今天的一个主题 有关软性的一个 积木的部分的检验结果 跟大家做一个报告 那这个积木的一个采样呢 是由我们消费会请做采样 那总共采样呢 是20件 总共有20件 那我们这个经过 这个标准检验局 检验的结果 这20件里面呢 有一项呢 是品质方面呢 是不符合我们 国家法律的一个部份 那另外有两项 这两项呢 一个是有关于检验的一个标志 那另外一个是 一个标示的一个说明 那这两个部分呢 也有一项呢 是不及格的 所以总共在这一次的 20项的一个样品里面呢 总共有一项品的不及格 还有一个呢 是根本就没有经过检验的一个标过程 那也没有经过这一个标准检验局 就是核化这一个检验的一个标志 但是呢 却贴了一个检验标志的跟合格 这样这个状况 所以有这两个一个太阳的状况 那有关那个品质的部分 当然是我们最关心最关心的 那这个品质 这一个不符合规定的状况呢 是塑化剂跟它的混合物呢 超过国家标准 超过国家标准 那这个塑化剂跟这个混合物 超过国家标准的话呢 那会影响到我们儿童的内分泌呢 还有这个生殖系统的一个健康的发展 对这个影响非常非常大的 我们有可能是 因为儿童一定要触摸啊 那触摸过程当中 我们会接 如果说这个真的是塑化剂 或者是重金属超标的话 那我们接触了以后呢 如果没有经过洗手这个过程 当然会吃到我们肚子里面去 那对我们身体健康的危害 就会非常非常大的 另外近期也有不少孩童 喜爱的猩猩玩具 有潜在的风险 家长选购玩具时一定要注意 这个手册最主要是收集近期 常发生危害的玩具商品 那我们就列举一些太阳 我们目前有收集了九大类玩具 常见的危害太阳 在宣导手册这边有讲 那例如说是地态玩具 好像就实在那种玩具 它只要是布局规定的话 它容易造成一些过敏性的伤害 例如皮肤过敏 另外一个磁性玩具 像这几年常发生的意外的伤害 就是巴克斯的球 因为它假如磁性过大的话 小朋友误吞 因为它造型非常漂亮 像汤果一样 那假如误吞的话 容易造成肠胃穿口 再就是一个装扮玩具 例如捲尺类的装扮玩具 假如说它的品质不符合规定的话 容易造成割伤 伤害的一个危险 再就是那个膨胀玩具 膨胀玩具的话就是 它的造型非常可爱 假如说品质不符合规定的时候 它经过膨胀 推到胃肠胃里面的话 容易造成那个堵塞 常堵塞的一个危害风险 那这个九大列的玩具部分呢 我们这首次面都有详细介绍 那我们这边就是说 呼吁家长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选购 可以有商品检验标示的玩具 这是最基本 第二就是要注意它那个中文标示的内容 还有相关警语 中文标示要清楚 而且要选择适合 那个小朋友使用的年龄的玩具 假如说是三岁以下不适合使用的话 把这个玩具就不要给三岁以下小朋友使用 就八岁以下 不适用的话就不要给八岁以下小朋友使用 这个第一个部分 那再来就是选购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它的 在使用的过程中 一定要注意它的品质 因为使用过程中 难免都会一些损坏 脚筋发生损坏脱落 等等的情形之下 就不要不建议再给小朋友使用 另外在玩磁性玩具的时候 例如八克磁球的部分 一定要有家长在旁边监督 在旁边监督 不管你是几岁小朋友 要误吞下去的话 少一颗少两颗 最后可能是被误吞 误吞的话 误吞的话就容易造成成虎色的一个情形 所以在玩磁性玩具的时候 建议家长一定要在旁边监督 这颗球是打破了以后 或者是我们直接放到水里面 它就会膨胀 那膨胀了以后它就会破裂 那破裂就是这一个小玩具 这一个恐龙 小恐龙 那这小恐龙放到水里面以后 像我们肚里面 像我们身体一定有体力 那放到水里面去以后 一段时间我们看这个小恐龙 已经变成这么大这么大的一个膨胀 这么小的东西我们吞进去 没什么感觉 可是这个我们在我们肚子里面 以后膨胀到这种地步的话 我想一定会对过我们的这个 一个我们小朋友的 他的一个身体的危害 所以非常非常大的 那这个是一个铁齿 类似铁齿这样 那这个打下去的用力打下去 那大概就会把我们的手捡住 甚至会造成 做成一个手表的一个造型 可是我们看看 它里面那种是什么东西 这个只要破损的话 它里面是一个铁齿 而且非常坚立 非常非常坚立 我这个我相信 我只要稍微一画的话 一定是流血过 一定是受伤有血 标检局及消息会呼吁 业者在制造玩具时 应确保有安全性及标识正确 并提醒消费者选购玩具商品时 应注意商品检验标志安全性 且按照说明来玩 误入口等注意事项 确保孩童的身体健康 记者问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环境部多年的 环境教育成果与资源 都汇集在环境教育探索馆的网站上 导入电子化图书馆的概念 以及分众探索设计 让各年龄层的民众 都可以轻松搜寻环保之能 故事给我听到妈妈 这孩子 好啦好啦妈妈来找故事给你听啊 我要听上次你给我找的那一种 好啊好 上次我们听到哪一集呢 我记得是角白室玩果了 好那接着我们就听下一集 这次是讲习食 就是不要浪费食物 你跟阿公 耶妈妈最好 我希望今天可以 我会听过你的故事 阿公阿公 为什么东北季风 只有中南部扩展条件不加 哎呀阿公也不知道呢 不然我们去环境部的环境教育探索馆看看 你看 阿公穿着了 我看你来看 这是我们居住的台湾地图 中南部在这边 当东北季风这样吹过来的时候 被宇宙很高的中央山脉 它挡住了 所以中南部这边就会是下风处了 它的风比较弱了 所以那个脏东西 它就没有办法被吹散了 哇阿公你好棒 我自己也误解难不倒你 不同的情境 告诉你环境教育探索馆 有什么样的资源提供 这是环境部将多年环境教育的 丰富成果集结到网站 供民众查询使用 环境部全新推出 环境教育探索馆网站 汇集丰富的环境教育成果与资源 环境教育探索馆有环境主题 使用情境与现实地图 三种探索方式 搭配不同的受众分群 让不同探索者找到符合需求的资讯 环境教育探索馆已正式对外上线 期望透过环境教育探索馆 扩展环境教育 厚植全民环保行动力 欢迎大家立即展开 环境教育探索治理吧 网站设计用三种探索方式 搭配不同受众分群 获得符合需要的资源 拓展环境教育职能 那这个里面主要内容 里面包括电子花术书馆 所以里面有电子书 有影音教材像Podcast 我们里面大概好几十几的Podcast 那所以这资料是非常丰富 还有很多的包括知识 刚刚我们有知识的一些 包括你是国小是适合的知识了解 或者是国高中或者大专等等 那还有很多的成果展示 因为我们在环境活动里面 很多的从个人的成果 比如说环境地图 我们的小学生画了很多环境地图 或者很多大专生 他做了很多的环境的创意设计 或者是律课收 那个都很多成果展示 包括我们的生态学校 那这个都会在成果展示里面去列出来 那另外有活动资讯 我刚刚专门 我们现在串接的活动资讯 差不多1500个 那当然很重要就是教材跟教案 也就是我们要让不同的年龄层 不同的族群 他想把这些教材拿去对外去 不管是教学也好 或者去做一些宣导 都可以利用这些教案跟教材 那为了增加民众探索的兴趣 我们有个三大探索 等一下我会注意来跟各位介绍 那另外我们今天也会出一个 叫探索任务专利点 就是我们在一段时间 希望大家熟悉这个探索文里面的 主要的内容是什么 那当然是刚刚比较有任何调理问题 好 那第一个主题探索 就是配合我们现在处理的重要的政策 而且跟民生比较有关系的 我们会列在主题探索里面 比如说大家的空气品质的问题 所以这边空气品质的滑布监涉等等 那另外就是水底河川等等 它的污染问题或者土壤掉的问题 我们第一个主题就是土 水与土 土壤環境 那第三个就是资源循环 就是资源回收 还有怎么样减少一次性的用品等等 作为资源循环这个议题 那当然最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净理排放 就是气候变迁 跟我们绿生活 那最后就是环境交易 包括环境卫生 环境化学都会在这里 就是那当然这些主题 我们会配合着整个发展趋势 或者我们环境部的相关政策会 本公司的做调整 那你从这些主题进去的时候 我们也会分纵 就是你是适合学校的 那学校要分完幼儿园小区 到八分院校以上 或是社会族群的 那你就看你是企业团 医集关等等 那还有国际上的秩序跟新一词 那从这里面再点进去 你就会选幼儿园里面的内容 国小内容的人才能进来 那刚刚大概我们在实乎操作上 操作过一遍给大家了解 好 那再来下一个情境探索 就是我们分成四个情境 第一个你要自我学习 就增加个人知识了 那你点进去之后 你就会看你是不同哪个族群的 你是幼儿园 你是小学 你是国中高中 或者是大专一上 或是社会 你就可以照不同年龄层去 擷取你想学的东西 那另外有教学 我们有很多教学的教材 也会在教学里面 有不同的族群 让你去收集到你需要的教材 那当然还有多竞技的切磋 我们很多竞赛活动 都会在竞技切磋里面去 那也会照着你适合报名的种类 来参加这些竞技的切磋 那让我们很多活动 比如地球是活动 环境是活动 相关的活动都会在活动里面去借鉴 所以我再重复一遍 我们现在目前整个环境教育资源 已经有超过1000就1000 三种左右 那活动串接有1570左右 那未来这些都会再调整 可能会越来越增加越多了 这个是第二个情境探索的部分 那第三个就是地图探索 也就是你对若干的县市 他们某些推动环境教育的特色 有兴趣或想了解 你就可以透过地图进去找 他们这个县市所推动的相关事项 那就是地图探索 那这个就是依照地域性 那未来这个也会跟地方的活动都会连结 就是你对某个县市的活动有兴趣 你就可以点到那个县市去 那待会这里面未来会有一个功能 就是全国心 因为比如说我们办地球制的活动 那是全国心的活动 但是可能每个县市不见得 在那一天同时可以办活动 但是他们会在他们自己的 环境地图上展现 他们在哪一天会办地球制的活动 所以你要就对那一天 他的活动没有兴趣 你就可以点去看那个活动 那也可以去参加 大概是这样 为了庆祝环境教育探索馆上线 平台推出挑战探索人物 赠环保绿点活动 民众可以抽到最高5000点 环保绿点兑换奖品 平台未来也会持续丰富资源 欢迎民众关注 记者汪君台北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 台湾国乐团 携手韩国的国立国乐院 带来台韩音乐交流合作 MOU的最后演出 韩国音乐风情音乐会 让观众在熟悉与陌生的旋律声响间 认识台韩不同的音乐文化 由二胡西琴演奏的双斜奏曲 二贤与台韩两国国乐团 合奏出震撼人心的乐曲 2018年起 国立传统艺术中心台湾国乐团 携手韩国国立国乐院 搭起两地的音乐桥梁 本次韩国音乐风情 是台韩音乐交流合作 长达六年NOU的最后演出 透过双方演奏家的交流演出 展开跨文化的对话 这次我们推出的是 台湾国乐团推出的是管制 然后这个胡琴跟打击的乐 那么相对这三种乐器 韩国是叫臂力 然后一个就叫西琴 一个叫四五 那在乐器上 他们的都比较细跟小 那我们的会比较 管会比较粗一点跟比较长一点 但是也因为这个乐器的构造不同 他们虽然都属于传统乐 而且奏出的乐器的音响也好 旋律也好 高低音的幅度也好 其实都有点不同 那也因为这种不同 和平起来会更有层次性 而且和平起来 你听得见韩国风 你也听得见台湾的在地的味道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交流 让彼此透过音乐认识对方 也一听这个这是台湾的 一听这是韩国的 可是和平起来 却又是这么的融合 这么的融合 我觉得这是我们应该努力的 未来的交流的方向 那虽然今年是最后一年 但是这个最后一年 却是我们台湾在音乐 在传统戏曲上 更深化的开端 未来我们不断的会持续在 国乐上台湾的音乐上 做国际的交流 而且我们也在 李代表的这个合作之下 也会将我们的戏曲 也带到韩国去 我想透过文化的交流 会是最美丽的名片 也是会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那我们也期待 有不同的MOU出现 台湾跟韩国关系呢 其实台湾跟韩国两个国家 我们有非常多的领域都有在合作 包括像是经济上的等等 然后尤其韩国因为有 韩流文化的关系 台湾的观众都非常的关心 那现在呢不只是韩流 现在的文化之外呢 我们这次的交流 也给各位展现了 就是传统音乐的一个 交流的可能性 我们希望不只是演奏而已 以后可以有更多的表演啊 更多的像是戏曲上面 等等的合作 台湾与韩国两地的国乐 随着历史长河与地域差异 既一脉相成又多元演变 发展出多彩多姿 又独特的技法与曲风 将透过韩国音乐风情 毫无保留的呈现 就像我们今天表演 有使用到二虎跟西琴嘛 对不对 那二虎跟西琴 他们两个真的是 长得非常相似 他们的弦的数量也是一样 可是如果仔细去听 他们音色的话 你会发现啊 就是韩国的西琴 它的音色是比较属于音的 然后台湾的二虎 就是比较阳的 这样子感觉 它会比较更明亮一点 包括像是韩国的臂力 跟台湾的管子也是一样 虽然长得非常相似 可是台湾的乐器 它的那个声音 就是会比较大 比较明亮 我们台湾的管子 跟韩国的臂力 其实真的长得非常相似 它不管是长相 或者是它其实 整个乐器的节奏都很相似 那可是我们实际上 还是在两个不同的国家 发展下来的音乐嘛 所以呢 它虽然很相似 但它还是会有一些差异的地方 比方说像是管子 它的声音其实会更强烈 然后其实它的音域 会比较高一点 然后臂力的话呢 它会比较柔软 而且它会比较低音 在他们练习的时候啊 就是互相这样子学习 也有发现说 除了本身乐器的差异之外 台湾跟韩国 就是在吹那个乐器的方法 然后还有它的演奏的方法呢 其实也会有一些不同的地方 金正老师介绍是西琴跟二虎的不一样 然后这两个乐器是当时的诞生可能是差不多 但是在发展的过程中它有所不同 尤其是在就是制造乐器的材料 然后以及它的就是演奏的方法的话 已经有一些不一样了 像是那个韩国的西琴呢 他们其实到现在都还是用一些 比较传统的方式在制作 比方说他们是用那个蚕丝之类的制作 那可是台湾的二虎呢 它可能会用一些就是金属的那样子的弦线 然后所以这也就造成 他们两边的音色会不一样 另外在演奏法上面的话呢 韩国的西琴它比较多是就是用按压弦的方式来演出 可是台湾的二虎呢 则是就是比较是用这样子移动的方式来做演出 因为它是韩国作曲家 所以它写的东西就是比较偏韩国传统音乐 那在这方面它一定是会依照说 他们传统乐器西琴的演奏法去写作 那所以在这部分我就会特别去上网 比如说可能看一下影片西琴什么的演奏 诠释法然后去揣摩说 我应该要比较怎么样演奏才会比较贴近 它西琴的演奏方式这样会比较融合 韩国音乐风琴音乐会 12月8号12月9号在台湾戏曲中心大表演听演出 12月8号为韩国国立国乐院专场 12月9号由韩国国立国乐院艺术总监 全新则指挥两团同台共演 带来国际交流的压轴演出 邀请乐迷们欣赏韩国音乐的迷人魅力 记者联席会台北报道 机房及非法机上和经销商强力查清 据查获778台非法机上 涉嫌侵权金额超过台币10亿元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侵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 服刑合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侵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侵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影视产业 又到了吃火锅的季节 台北市卫生局到火锅店 餐饮店卖场等抽验火锅料 55件中有实践品质不符合规定 冬天吃上一口热腾腾的火锅 是许多民众的最爱 为维护民众食用火锅料产品的卫生安全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55件产品 包括肉品10件 水产品5件 高风险蔬菜15件 火锅料加工制品15件 豆制品5件及花生粉酱5件 其中实跌品质不符规定 这一次总共抽验了55件的产品 包括了肉品有10件 水产品5件 高风险的蔬菜有15件 火锅料的加工制品15件 豆制品5件 以及花生粉酱5件 那我们这一次检验的项目呢 包含了动物用药跟动物成分 那重金属 农药的残留量 食品的添加物 以及真菌毒素成本相关的项目 那这一次的检验结果呢 有5件的蔬菜 包括了青江菜有3件 葱2件 以上5件的蔬菜呢 是检出农药残留不符规定 违反十安法 15条第一项第5款的规定 那另外在2件花生粉 有验出了黄菊毒素 不符相关的限量标准 也违反了十安法第17条的规定 卫生局已经命令 我们的抽验地点 立即的下架不能贩售 并且追查我们上面的来源的 都是外县市的产品 所以我们已经以请所强的 县市卫生局后续的办理 那另外有3件豆腐类的产品 有检出了防腐剂本甲酸 也违反了十安法第18条的规定 卫生局表示 本甲酸为可合法使用之防腐剂 唯不得使用于豆腐类产品 本甲酸偏向水溶性 进入人体后可从尿中排出 若过量食入会引起腹泻 胃痛心跳快等症状 适量喝水可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其中豆腐的两件有 因为无法提供来源的停证 所以我们三件的豆腐产品 都依十安法第47条第9第11款的规定 处新台币3万元的罚环 那另外本甲酸部分是合法 可以使用的防腐剂 但是不能够使用在豆腐类产品 另外本甲酸也偏向水溶性 所以我们进入人体之后 可以从尿意来排出 我们可以藉由适量的喝水 然后帮助新陈代谢排出 卫生局呼吁食品业者 应保留完整产品交易凭证 如产品外观 包装上来源资料等 以利后续追查不合格产品来源 达到源头管理 共同为民众食安把关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台北市卫生局也去抽验了 27件电商平台贩售的 菌菇类及食用盐的食品 发现有两件菌菇类 巴西蘑菇及新鲜秋季黑松露 检验出重金属葛超标 网络上买东西虽然方便 但小心买到有问题的食品 吃下肚恐伤生 为保障消费者权益 台北市卫生局抽验27件 电商平台贩售的 迅菇类及食用盐食品 发现有两件迅菇类 检出重金属葛超标 另有一件食用盐 检出重金属签及升超标 针对不合格产品 卫生局已令业者下架 进行复抽 若限期改正仍不合格 可依食安法储 3万元以上 300万元以下发欢 那所有的27件的一个检体 我们都针对 重金属污染的部分 来进行检验 那检验方法是依据 食药署所公布的 这个乌汛类重金属检验方法 以及食盐的检验方法 那乌汛类的检验 我们主要是检验 重金属千根葛 那食盐我们主要是检验 千格拱生酮 那用这个感应 藕合电浆支付仪进行检验 那检验的结果呢 在迅箍类的部分 有一件叫做巴西蘑菇 巴西蘑菇这一件我们验出 葛是8个PBM 那法规是2个PBM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 新鲜秋季黑松露 那这一件我们验出的 葛的含量是4个PBM 那法规也是2个PBM 那所以这两件是 训付类的不合格的部分 那另外在食用盐类的 主要有一件叫做 玛雅式粉红盐 那这一件产品 我们验出了千是3.21PBM 那法规是2个PBM 那森的部分是1.03PBM 那法规是0.2PBM 那总计呢 有五件的不合格产品 那在这边 它的一个不合格比例是18.5 抽验27件产品中 经包装标示与进出口查验后 发现一件野生穿额 标示不符规定 即一件野生黑松露 未向中央主管机关申请查验 并申报其产品相关资讯 那首先我们有发现一件叫做 平民为野生穿额纯素的 那这一件的产地标示是不实的 那它的一个产地标示是标中国 可是经过查验 它的一个进口国是泰国 那另外有一件叫做野生黑松露 那这一件呢 我们没有找到它向中央主管机关 申请查验及申报 及产品的一个相关资讯 那这两件就是在 第一次发现的一个不合格 那相关的一些 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资讯 我们都有在不合格名册这边 都可以有呈现出来 那这些不合格的产品 都涉嫌违反 就是食安法的一个相关规定 那第一时间我们已经命令 这个平台下降 不能再贩售 那若今后续呢 我们会移送到这个相关的 像是外线市去 那如果查证属实的话 我们将依据食安法来进行惩处 卫生局表示 违规产品设违反食安法相关规定 若经查属实 将依据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 相关条例进行查办 呼吁消费者在网路选购食品时 应先慎选有幸运的平台与卖家 并确认网站有清楚明确的产品资讯 记者领席会台北报道 阳光基金会为了要帮助阳光孩子 及家庭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特别邀请知性作家谢哲青 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同理并支持他们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10岁的西西在10个月大时 因为意外 全身30%面积烫伤 伤势片及脖子 胸前及肩臂等处 历经三次青创纸皮手术 每次住院长达一个多月 直到现在 她仍然持续重建手术 并到阳光基金会进行复建 直皮手术的青创 青创的手术跟直皮的手术 都要每一次做手术都要一个多月 住院 住院就要一个多月时间都在医院 光是青创跟直皮手术的部分 然后她都很努力地去面对 我们 她的手术就是 晚上都会常常做梦 然后到小学的时候才比较好一点的 之前都会一直做噩梦 因为她是才十个月大的时候 很多副理师 治疗师 帮忙做复健 然后也有心理师跟她聊聊天的 她就是基金会的做医疗跟 福建的服务经验都很丰富 其实一个我分享的梦想是什么好吗 当一位医生 想当一位医生 很关键的 还有一个问题是 为什么想当一位医生 赞了钱 赞了钱 这个答案我好喜欢 小珍出生时 小腿以上满是紫青色的胎记 爸妈原本期盼能逐渐消退 但随着成长 小珍脸上的胎记却越变越深 常引起他人的注意及询问 在阳光基金会补助下进行镭射治疗 历经五次疗程 逐渐改善脸上的胎记 医生告诉我们这个叫猛骨斑 然后说六岁以前很消失 但是身体是有 身体有在消失 那脸的部分的话 因为越来越黑 他这个脸其实有做 有点搭一点 他这个脸其实做了有次的治疗 所以现在比较淡一点 他其实是个很活泼的 看得出来了 从小就是很活泼 他在小一的时候 土壤变得很安静 我们想说是在学校的时候 有时候欺负还是什么 问他他还是都说没有 不过我们后来想一想 是想说 可能因为脸上的关系 从小都被人家问说 他怎么了 不然就是说 欸?你怎么想这样 打蕾式的过程是这样痛吗? 你怎么面对的? 我找 你看他们讲 你看他们讲 我找旁边的医生去聊天 然后转移注意力 这样就比较不会痛 就会比较不会痛 而且痛的时候 不会痛 喜欢痛的时候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可以哭吗? 一下下可以 你们觉得这张图画的是什么? 我阿嬷家的袜子 大象 一个人倒在棉被下面 都对 实际上呢 眼睛只能看到外表 用心呢 你可以发现更多 为了帮助阳光孩子及家庭 自信成长 重展校园 阳光基金会 特别邀请行走的百科全书 自信作家谢哲青 与阳光孩子 一同拍摄公益影片 呼吁大众 同理支持阳光孩子及其家庭 营造更友善的成长环境 小镇非常非常乐观 刚刚有看到 现场还更活泼 他发发的时候 他完全都不想听你这样 然后细细也是一样 然后每一个人都可以很勇敢的 来谈论自己的梦想 非常的正向 相对的 就是我觉得 我们会用太多太多的想法 跟眼光 来思考这件事情 那在阳光 在阳光扶持下的孩子 实际上 他们比我们想象的 更加的事故 他们一定是聪明的事故 而且他们非常非常的善良 他们即使在生活中 他们面对很多显性的 跟隐性的 不同的 不论假设恶意 但他其实有些是无心的 但他们呢 都概括承受之后消化掉 他们不会轻易的 展现出来 相对之下呢 我们在他面前 显得 有点幼稚 在孩子前面 所以呢 跟他们互动过得中 其实非常的开心 在阳光经营会 有许多的治疗师 心理师跟社工 所以呢 就是在这方面呢 可以给孩子们 一个非常全面的 心理的安全网 就这样 在他们坠落的过程之中 他们知道 永有人 在旁边扶持他 或者是拖住他 那另外呢 我觉得 这一次我知道 就是阳光盘 进入到校园 来进行宣导 那让孩子 开始在回归校园的时候 就怎样去创造一个 更友善的校园环境 其实我觉得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阳光除了提供 由社工 心理师跟治疗师 所组成的专业团队 来协助他们 进行生理复健 跟心理方面的支持 之外呢 我们也提供医疗补助 那因为 这些烧烧严损的孩子 他们都需要经过一次又一次的 治疗 要做手术 然后要长期的复健 所以我们 就是提供他们医疗补助 能够让家庭能够 比较安心的去陪伴孩子 可以接受 度过这个漫长的疗程 那另外 当孩子需要 进入校园 或者是回到校园的时候呢 我们提供了 教学宣导 最主要是 帮助校园的这个师生们 能够来认识 阳光的这群特殊的孩子 那他们的 以及他们的处境 那帮助我们的 受伤严损的孩子 能够在比较友善的环境中 能够一样快乐的学习 此外 我们颁发奖助学金 等于说从小学到研究所 其实都有条件来申请 我们的奖助学金 希望透过奖助学金的颁发 以及在过程当中 我们设计了很多激励的 这些活动 增加他们的自信 能够让孩子们更好的装备自己 能够提升他们的自信跟自尊 阳光基金会每年服务 约400位烧伤严损额 从前端生理附件 心理支持到回归校园 提供完整身心理重建服务 邀请社会大众捐款 支持烧伤严损额 身心理重建服务经费 成为他们背后温暖的力量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松山市区大学与台湾后到社会服务联合会 举办单楼下午茶的活动 由安康高中特教班的学生担任服务员 透过职场体验增进工作技能 也为心智障碍者与社会大众 搭起友善的桥梁 特教班学生来到桌边询问客人 要喝什么饮料 接着到餐台前拿取饮料及甜点 再送到客人面前 由台湾后到社会服务联合会 发起每月一次的等路下午茶活动 这回由泛美国际文教基金会 以及松山社区大学 号召百位社大学员 与恩友堂教会 为心智障碍者加油打气 其实以来就是说 我们当然需要能够帮助这些 身心障碍的朋友们 在做公寓的同时 让大家能够去接受他们 所以我们每次安排的活动 并不一样 那今年比较特别 那其实呢 现场也是有很多表演的部分 因为其实他们 在表演上还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呢 就是很期望就是说 能跟他们大家一种互动 然后度过一个非常愉快的下午 然后最重要的是 要增进他们的自信 还有他们的信心 然后让他们感觉到说 他们其实是很 很多人给他很多温暖的 对那像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我们城市小姐 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个 基金会的工作人员 还是会持续的继续支持 活动安排安康高中六位特教班学子 担任服务人员 希望透过实地练习 让孩子熟练校内所学的服务技能 增进与人群互动的自信心 我们今天有六位同学一起过来 那因为今天是假日嘛 那在假日 有时候家长的安排上面 会有他的困难 所以我们呢 就是去跟家长讨论之后 也请了三位老师过来 然后陪着学生 有六位学生能够参加 让他们有这个机会 来参加这个活动 在特殊教育 有关教育部的设定的课程 政策上面来讲 安康高中 我们的特教班 是属于高中阶段的 所以他们在职业练习上面呢 是有包括校内的练习 跟校外的练习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 特别让我们的孩子们 在职业练习上面 能够能够接触到校外 一些职业的训练 那我们期待他们 未来在离开学校之后 他们能够有一份正直的工作 让他们也能够养活他自己 也能够照顾他的家庭 三位刚获选为陈氏小姐的嘉莉 也前来参加 意义非凡的等入下午茶活动 用行动力挺工艺 哈啰 大家好 我是陈玉宇 那我非常的开心呢 今天我们跟城市小姐们 大家可以一起来参加 我们这个HIGHQ等入下午茶的活动 那我本身呢 自己也很常办一些工艺活动 参与非常多的工艺活动 所以呢 希望各位民众们 大家一定要一起来 共襄盛局喔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徐怡诚 很开心呢 今天能够来参加这个 等入下午茶的活动 呃 因为平常就是很少能参加到 这样子的活动啊 因为 其实社会上会举办这样子 关怀这样子朋友的 其实就是不多啦 所以很开心能来参加这个活动 也希望这个活动能持续办下去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庄雨昕 非常开心今天能够参与这个活动 也希望能够透过这个活动 让大众 社会大众 能够关注到这些朋友 然后希望透过这个活动 能够增加他们的自信心 活动中还安排哲义乐团 带来精彩演出 以及特奥小英雄点燃希望之火仪式 希望借由这充满意义的活动 为心智障碍者与社会大众 搭起桥梁 传递爱的力量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道 看到一则则的新闻 这些制造输入或销售清权机上和的业者 都会遭到最众可除两年以下俗行 为50万元罚金 影视产业式文化输出的软实力 可带动旅游观光等行业发展 盗版业者行为 会让正版业者收益减损 进而减少产出优质节目的能量与资源 直接受到伤害的是文创工作者及消费者 所以请大家检查一下 自己使用的机上和是否合法 就算是合法的机上和 内建是否下载了清权App 虽然台湾没有对使用清权机上和的民众 有任何的罚则 但为了打造一个优质且强盛丰富的影音帝国 请民众一起导正市场合法秩序 支持与世产业 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中家集中新闻 我是蔡小军 新闻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 距离选举只剩下一个多月 总统蔡英文12月10号 到基隆力挺代表民进党参选 基隆立法委员选举的 基隆市议员郑文婷 我们11月11号 竞争总部正式开幕 到我们1月23号胜选的这段期间 我们这是我们 这个没有单位只是小子 但是只要我们 竞争总部在服务大家的时候 他永远都是最笑容可举的制度 在竞争总部主委立法人蔡世英 民进党基隆市立法人参选人 曾文廷议员 及基隆市议会议长 同志委等地方党公子 陪同下 总统蔡英文在竞选总部开箱 竞选小物首座称雨伞 还贴上2024挺台湾等贴纸 象征为宇都基隆称起一片天 随后蔡英文到达干林带天公参乡祈福 并参与周文廷中山区后援会成立大会 蔡英文表示 这次选举对台湾是很重要的关键 要持续走在民主自由的道路上 就要选对人 赖清德与萧美琴就是最好的人选 国会部分她则力挺 郑文廷接棒蔡世英 正会以往 也是做过我们党团的一种招 还是我们蔡世英最好的接班人权 大家说对吧 对 还是不是可以出带我们提中选票 投给郑文廷 这样好不好 对 蔡英文表示 大家期盼的金融捷運部分 在前市长尼友昌任内 已经完成大致规划 中央会持续与金融市政府 一起解决问题 尽快动工 至于军港西签部分 蔡英文表示 目前已经完成第一期工程 第二及第三期陆续进行 预计年底完成 未来希望让金融港东安做最好的开发 过去的这段时间 我跟蔡世英跟李又昌 我们三个人 就是在赶进度 要按军港西签的这一件事情 至少在国陆统统认为要完成 我们就在赶攻 而且我还要照我们的各相关部位 给我定期报告说 我要知道我们军港西签的这个计划 是不是有按时间在进行 我跟各位报告 我们第一期工程已经完成了 第二期第三期现在在家里 年底我们一定可以完成 针对中山区大清大城 常年的交通进出问题 这问题表示 进入国会 将运用法律专业协助解决 这问题也再次呼吁市民 三票雇台湾 保护台湾的民主自由 議长同志委强调 在蔡总统领导下 台湾在各方面的成果有目共睹 希望支持者团结一心 达到总统当选 国会过半的目标 总统当选 绝对这个团队 今天总统来见证我们基隆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在总统的加持之下 我想今天大家 我们的团队 都会非常非常有信心 大家继续努力 记者张琪辰 基隆报道 接下来要带你来看 历经地方长年反映争取 基隆捷运的轨道运输建设 终于看见曙光 在地的年轻人怎么看呢 又有什么需求跟愿景呢 一块来看看 记者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基隆火车站的南站 后方呢 我们也可以看到许多民众 来回往返的通勤画面 根据统计 基隆市为全台湾 跨县市通勤比例最高的都市 在36万的人口居住当中 就有11万人在通勤 相信基隆捷运的建设 对于年轻人的感受 是最直接的 因为我高中在台北读书 然后我觉得台北捷运真的很方便 所以我是非常希望基隆会有捷运这个东西的 就是上下学交通会比较方便一点 尤其是公车 算说公车现在已经 已经大部分都有了 但是还是没有到那么的方便 这样子 我自己本身是中山区到火车站这个 街上这个区域而已 所以我不会太想到八度 我觉得应该连通到基隆火车站这边 至于在基隆求学的海大学生 他们对于基隆捷运的交通建设 有什么看法与建议 我觉得其实基隆捷运 对整个基隆城市的形象来说 是一个很好的提升 但说真的它只有到八度 对我们海大学生来说 去到那边搭公车都有点困难 因为我本身是读海洋大学 可是其实海洋大学一出校门 不管是哪个校门 只有提供比如说103啊104啊的公车 就没有办法接到八度 所以我觉得对于还要在 我还要前往循环站的公车 然后再前往八度做捷运 我觉得非常的不方便 所以我也是蛮希望可以就是 提供一个单独的班车 比如说增设一个比较便利通往基隆市区 一直到八度的班次 就通行面的话 其实可能可以开办其他地区 到捷运的接驳等等的 那再来就是可能一些就业条件等等 就是它要如何从它沿线去发展 这些经济文化相关的 就是一些经济产业 可以让基隆在地居民 可以有一个好的就业 它是一个值得思考的地方 所以我觉得这个方向可能偏向于 基隆的都市更新 比如说像河谷朗代那一带的观光啊 不管是观光还是都市发展 都有蛮好的规划跟面向 因为基隆这个位置其实地理位置很不错 又连接台北 然后陆海空三方面都有说 都可以做一个统合 那物流方面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位置 所以其实来说的话 我觉得如果这条捷运盖下去的话 它可以慢慢疏通这方面 这周围的一个交通环境的状况 然后国一国三也都在这附近 所以其实整体来说 大体来说交通上是可以有很大的改善 然后人流动量的话也可以更高 市政府跟产业界对于基隆捷运的期待 除了国际海港的公共运输之外 其实年轻人很关心的在地就业 也是捷运可能带来最大的效益 据了解在规划当中 捷运建设将进行都市更新 可以规划科技园区 吸引更多厂商进驻 带来优质的在地工作机会 减少找网通勤的痛苦 我们希望也要透过捷运沿线的联合开发 创造所谓的厂办 跟更多的办公研发跟工作的空间 那基隆捷运我们目前预计是 今年年底会正式由行政运核定 核定以后会正式来开工 所以基隆捷运未来会强化我们 基隆市整个的一个公共运输 跟交通一个运输 那未来基隆捷运开发以后 在各个厂站里面 会引进相关一个厂商来基隆开发 所以会带动我们基隆河谷廊带 以及基隆市区相关一个就业机会 那提升我们青年在地就业的机会 那整个的开发未来的前瞻性 我相信是不亚于内科 就是内湖科学园区跟这个南港转体园区 我想是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的地方 那我想这个发展起来 对基隆在地的就业 它就会留在这个地方 就不需要到台北去上班了 透过各界的观点 我们可以知道基隆捷运即将带来都市大升级 除了可以有效改善交通问题 更能透过都市更新增加在地就业机会 记者黄日升 陈淑萍 高维成 基隆采访报道 以上就今天的中央新闻 也欢迎您到中央新闻的脸书及YouTube按赞 就能及时获得最新的在地新闻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我是蔡小军 祝您一切平安 我们再会